中共最近建议修改宪法 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为习近平终身任职扫清了道路 这个消息震动海内外 引发了一场舆论海啸 反对者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最重大的政治倒退 标志着中国朝集权和终身制迈进 支持者则认为 此举能维护习近平所谓三位一体的强势领导 有效压制政治派系的博弈 从而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那么中共宣布修宪的时机 为何选在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之间 明天就将开始的政协人大两会修宪提议 是否会顺利过关 习近平要长期执政 有很多的选项可以达到目的 为何一定要不顾国际国内观感 直至意颠覆邓小平以来确立的任期原则 习近平长期执政将如何彻底改变中共 从上到下的政治生态 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高温牵线上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结束的三中全会 大家都非常关心 但是全会的公告并没有提到大家最关心的 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内容 你觉得这是正常的还是说不同寻常 好 这次整个事情我觉得就很反常 两会前接连召开两次中央全会 可以说历史上前所未有 那么官媒的解释是 休闲内容二中全会已经审议通过 因此三中全会无需再提 我觉得这是在找说辞 避免哪户不开启哪户 事实上习近平取消任期制 这个是冒天之大不韦 引起轩然大波 对整个社会 特别是知识界和中产阶级 造成巨大冲击 事情搞砸后 又在表面上的故作淡定 全力封杀批评的声音 连习的名字 黄袍加深和像这个歪脖的树 这些词在网上都成了敏感词 中国官媒昨天又宣称的 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 并不意味着取消终身制 并不意味着终身制 我觉得这更是做贼心虚 欲盖弥彰 习这样做除了表明他的强势以外 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 一是政治判断力很成问题 二是手下的人只会恶欲奉承 没有人敢讲真话 下面教授您怎么看 对这种诡异 我觉得当然是表现出 中共目前当然对这个事情 要想低调处理 因为它确实遇到了 全球和国内社会各界的一些反抗 因为这种反抗 因为有三个原因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 可以解释它这种反抗 一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中国这种专制国家 普通老百姓也没有参政大权的 但是他们之间的寡头 他们之间的各派 派系了他们的内部的斗争会激化 另外中国的就是老人政治 还是有一些存在 尤其像邓小平 他是恐怕是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 最大的合法性的来源 如果他开启的废族领导干部终身制 现在要颠覆了 这边对老人来说 很多也说不去 而且他们也清新的记得住文革的惨剧 第三我觉得 中国目前真正在社会上挑大量的人 也就是说40岁50岁60岁年龄段的人 基本上也经历过了80年代的整个改革 所以我觉得他这些要做了 确实面临了很大的阻力 好的 程晓农先生 我们知道政协人大两会 就在明天或者还有星期一就要相继召开 那么你估计这个习近平的修宪提议 是不是会顺利的通过 我认为会顺利通过 因为这个人大和政协实际上没有决定权 人大的整个会议议程完全被这个有关部门 就是人大办公厅严密的控制 所以不会一般情况不会发生意外 我想再回到前面刚才文静和夏明谈的问题 我觉得这次对这个 所谓的国家主席任期制的争批评 实际上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 那就是国家主席的设置和任期 在中共治下一向就是块橡皮泥 它可有可无 任期可长可短 职权可实可虚 完全是因人而 因实 因事而定 那么就块橡皮泥这次 这个像以前那样 这个再次的量身定做 无非就是又改一下衣服尺寸而已 并不是什么邓小平确定的这个任期制 因为就在邓小平198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 他给自己定的是终身制 那么国家主席制所以设两年 两届任期 是因为李先念当时不满 邓小平把总理的职位给了赵紫阳 所以为了安抚李先念 邓小平就给李先念设了一个国家主席 让他来当 本来这国家主席早就被毛泽东取消了 不存在 而邓小平又不希望李先念长期待在那 所以就给他来个两届任期 如果说那时候中共已经设置了 限制终身制的做法 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自己的任期 是不是有任期制的呢 而是无终身制呢 这个问题我后面还会进一步讲 好的 就是这块橡皮泥为什么不重要 就在于他从来就被捏得一塌糊涂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这次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重要 那么我想听听 陈破空先生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因为我们知道确实 习近平已经拥有党的总书记 和军委主席这两个重要的职位 那么他为什么还那么看重 这个国家主席这个被认为 刚才邓小平认为是一个次要的 或者一个虚的这个职位 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这个国家主席这个位置 这个目前来说是虚的 但是在历史上来看 也有握有实权的时候 就是刘少奇的时候 国家主席是手握实权的 让毛泽东都敬畏几分 所以这个可视可虚 没错 那么如果是王岐山当上国家副主席 显然这个职位会成为一个实权的副主席 同样如果习近平很看重这个位置 并且把这个任期取消的话 他会把这个国家主席变成一个实权 而且他主要的是暗示的是党政军一体 就是党的总书记 军委主席又没有任期限制 那么习近平把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取消 就暗示他要在三个位置上继续干下去 长期化或者是终身制 那么另外刚才小龙讲到过去的一些事情的理性分析 权力斗争 没错 这个任期制也好 非任期制也好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这是个理性分析 但是人呢 就说中国人不仅仅是理性的 作为人他也是感性的 这次习近平废除这个国家主席任期制 触动了可以说人们的心理底线和一个时代底线 不仅是党内遭遇反弹 以沉默的方式来反弹 那个公布的时间点就可以看出 二中全会没有公报 三中全会的公报都没有 而在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之间去炮制文件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布这个休憩提议 可以看出党内的分歧严重 纷争严重 而在民间 刚才文青也讲到了 这个中产阶级 知识分子 小资 这些人虽然是观众 平时是观众 是看客 是吃瓜群众 但是也感受不下去了 毕竟废除任期制 就制定任期制是改革开放 受过仅存 就中国的政治文明已经很低度 进步得非常小 他是邓小平时代一个受过仅存的一个东西 所以人们的感觉受到了冲击 心理底线被冲击了 时代底线也被冲击了 这是受不了的地方 我想听听高文青先生怎么回应 刚才程晓农先生 那么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基本上就是说国家主席这个位置 本来就不重要 所以这个所谓任期限制 取消不取消意义并不是太大 那么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 确实是不错 国家主席这个职位是可虚可实 那么的话 关键看的话 在什么人 在什么情况下来用 另外咱们过去讨论的时候 我也曾经讲过 中国的这些体制职位的这种设置 都是因人设妙 刚才晓农也提到 但是我觉得国家主席这个职位 是一个带有象征性意义的 因此刚才破空讲 一旦突破了这个心理的底线之后 这个引起的反弹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这回习近平取消这件事产生的社会心理的效应 完全可以和满清末年设置皇族内阁相比 一下子人心尽失 当时大清朝已经是风雨飘摇 皇族内阁成为压垮清皇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次修宪我觉得确实也没有什么悬念 尽管这两天网上传闻说 前景等人上述反对 但是习近平没有退路 而且他会在枪杆子的威逼下 修宪将会高票通过 因为你要从三中全会会场内外的军警的林立 从会场内的服务员都换上穿黑色西装的警卫人员 另外军队 武警 高调 表态 所有这些东西再再度反映什么的话呢 再再度反映党内和社会上的这种强烈的抵制 那么他这次做的就是要给中央全会一个演课版 那么我最后一观点 我认为即便这次修宪 即便能够通过 但是代价也非常大 因为习的吃相太难看 以故意被舆论指围到 已经被指围 无数名贼 这个话是从来没有过对现在的民主的人 比如说民主政策之后的民主政策 江泽民主政策 因此他因为这件事情 对不起高文青先生 您的这个声音好像刚才有点不清楚 那么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评论一下 刚才高文青先生提到 他说习近平这次吃相太难看 我们知道确实是习近平如果要长期的掌权 他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达到目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俄罗斯的普京 他在连任了两届总统之后 为了绕过任期制的限制 就先让另外一个信得过的人担任总统 然后自己再回来连任 那么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习近平你觉得他执意要不顾这个国际国内的观感 要通过修宪来达到这个长期掌权的目的呢 有人猜测甚至说这是高级黑是他周围的人 好像要试图来伤害他的形象 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认为了当然不是高级黑 而是习近平他本身的素质和政治修养 那么就有这种帝王的心态 也就是说他进行了一个迎者通事的博弈 而且我觉得这里边也是被过去的 中国的社会和国际社会 把它给就是浇灌溺爱吃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看到了 就是现在在中国的所谓的大国崛起的 喧嚣城上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社会 许多人把自己良好的意愿都投射在习近平的手中 忘记了就是一个根本的 就是人质跟法治的根本的区别 也忘记了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历史上的各种教训 也忘记了人类历史上 就是个人专制了之后带来的这种教训 结果中国人那么就是有一种盼望明军的心态 另外全球你可以看到了 习近平如果他能够有这种称帝的倾向 很多是国际社会的纵容的结果 那么尤其是以美国社会 尽管就是说习近平他有这种登基的倾向 我们还看到就是前两天 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的一个采访 采访美国布鲁金斯基 对不起美国布鲁金斯协会 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 那个江苏腾 他也说得很清楚 他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不要太多的去反感 因为毕竟习近平共在一个光谱里面 我们站在同一边的 也就是说法律秩序 那么针对那些就是混乱和就是恐怖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 这个就是国际上的有 这些标杆性的人物都这样认为的话 那我觉得习近平走到今天一天 确确实实是很必然的 好的我想请程晓农先生来评论一下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在说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长期执政的好处 都是说这个习近平长期执政 能够保证中国今后几十年的稳定 但是海内外也有相当多的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如果取消任期限制 可能反而会为中国带来长期的 这个政治动荡和这种紧张的状态 我想问一问您倾向于哪种看法 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 谁觉得什么会导致动荡 就不同的人对动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贪官还有大部分中共的官员 也就是现在坐在三中全会会场的那些官员 多数人会觉得这个继续反腐败就是政治动荡 对他们来讲那就是危机心惊肉跳 而对中产阶层来讲 如果贪官们把中国掏空了 资产都转移到海外去了 中国的经济文危机爆发 那那样的话社保医保全部泡汤 那个时候才是中产阶层的动荡 所以中产阶层和贪官们 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那么问题就在于 现在西方的大部分媒体 或者说几乎所有媒体全都看偏了 就是说这一次三中全会的要点 其实所谓的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改变 它指示习近平在继续延续中共 中共从18大以来现在党内我把它叫做打虎派和为辅派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程序性手段 就是说它通过的程序手段想继续激烈的这个完成它的这个对为辅派的这个打击 所谓为辅派指的是维护腐败派可以讲包括相当一部分新老权贵 大部分在位的官员其实内心都属于为辅派 虽然他们不敢公敢站出来 但是早在19大之前相当一大部分维护派的官员其实有一个底下的共识 那就第一老王滚蛋不能让他呆着 第二习某人最好赶快有一个接班人准备位在那儿 然后再过五年他也滚了 那么习王走了以后他们就希望能够回到江湖时代的那种腐败逍遥的幸福生活 那么这是维护派的立场 现在很显然的他们绝望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这个国内国外上层下层有一系列的暗中的互动 目标都是一个 就是想把打虎派给一脚踢了 那么如果说中国的维护派们继续的延续他们的幸福生活 中国是什么局面呢 2015、2016年中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那就是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几年当中 在江湖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共的官场生态 我把它叫做政治精英 它的出路已经全球化了 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把获取外国国籍 然后把资产转移出去 习王采取了临时措施 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 就是临时措施是卡护照 卡外汇 我刚才讲到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习近平现在准备用军改的方法 对党政机构所有的机构进行全面的重新的整治 好的 用这个方法来整治官场 这一点正是大部分维护派心里非常反感激气 陈小龙先生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这样长期维持统治的目的 是要把这个腐败反腐是坚决的进行下去 我想听听陈某公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如果习近平真的是出于反腐的话 那就应该公布官员财产 如果拒绝公布官员财产 就是要继续维护这个党的既得利益 凡是说某某人缺一不可 缺了某个人就不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这种说法就是对普世价值和民主价值的基本否定 因为这个所谓连续性这个稳定性 无外乎就是人治 这个人治中国是有沉痛教训的 这个邓小平时代都说过一句话 都是都认识到制度最重要 而这个个人是次要的 这次美国国务院的回应也说了 关于这个中国修宪 说我们知道机制比个人更重要 而人权和民主是核心价值 就这个所谓放弃任期制 是一个对人权和民主的一个基本的倒退 就是反例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这个做法不是什么反腐不反腐 那些反腐子权力斗争选责性反腐 这个已经遭然若结 因为共产党每个时代都是腐败的 毛泽东时代特殊供应 那些干部能够开后门 有特殊的票证 家属有特工 那是一种腐败 邓小平时代说少顺先富起来 利用双轨制 让自己的子女先富起来是腐败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因为经济规模的扩大 是腐败更加放纵 加上江泽民又说是闷声罚大财 那是用腐败来凝合全党 而习近平时代只不过是利用这个腐败 共产党自身产生的弊端 自身这个一党专政集对的弊端 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罢了 虽然选择性反腐也得到了一定的人心 但是习近平却自我膨胀 自我可以说头脑发热 他自以为过去五年得到了一种民心支持 可以让他为所欲为 所以当他宣布改变任期 他误判了大行事 误判了整个大气候 整个大气候不是要一党专制下解决腐败 是要民主和法治来解决腐败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小职这些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们的教育比习近平高 他们非常清楚国家怎么发展 尽管他们不敢说不敢反 但是这次都炸了锅 就是你超越了一个时代的底线 时代是要往前走 不是往后走 如果说毛时代是绝对的权威 邓时代是相对的权威 人家希望你走到第三步 是这个开放党禁报禁大选 刚才夏明教授有人提到暴雨幻想 确实过去五年 除了习近平反腐得一定人心 还有部分的这个自由自分子 希望习近平集权之后 能够像胡耀邦赵紫阳 当时没有集权 要完成他们未进的政治改革 谁想到习近平不进反退 拉历史倒车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受到的反弹是三个方面 国际上反弹 民间反弹 党内反弹 但是国际上的反弹 不如中国民间反弹强力 而中国民间的反弹 不如党内的抵制强力 党内的抵制 不仅仅是属于腐不腐的问题 腐败不腐败 只是一个权力斗争 党内的反弹关键是 你杜绝了别人的机会 让整个党内失去生气 而邓小平说的话就是 又拉回这个沉闷的政治局面 失去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这是习近平在拔高了邓小平 好的 我想请高温先生来评论一下 因为刚才陈晓农先生和陈博宫先生 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那么陈晓农先生觉得 是为了能够把反腐 能够更好的进行下去 长期的进行下去 那么陈博宫先生 好像是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觉得习近平 还是从个人权力的这个角度 我想听听高温先生 您是怎么看的 当然中国的官媒 很多的都是在觉得 习近平能够长期执政 能够稳定经济 能够遏制腐败 能够团结全党等等这些好处 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 就是我估计我这个电话 就是刚才在网上一讲话 马上就断 看起来有人是不喜欢 我说的话了 那么刚才我无非就是说 习近平这一次取消任期制 吃相太难看 那么已经被舆论上 指为是独库民贼 这种话大概是 有人是不愿意听的 我再回到刚才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讲的话 我不同意小农的这看法 因为小农把这个分成 是这个党内搞腐败的和打虎派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子了 习近平 习王他们两个人 他们的话呢 把吴小辉给打下去 把这个 把这个就是这谁啊 这个谁啊 那个 其他的这些吧 肖建华这些人 但是呢 大家注意到 在其他的人 王健林纷纷把资产 忘回抽的时候 他的习近平的妹夫 李叔福 反而是继续在海外扩张 王岐山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海航的话呢 也是在这五年内 这个这个这个报复 所有这些情况呢 已经不是 不能把他说 他们是打虎派 他们就是老虎 他们同样是盗国贼 因此的话呢 我觉得的话呢 那是我是 我是这样看的 那么的话呢 我不知道 那个刚才 你们还讨论了什么话题 因为刚才那个线路问题啊 我这个很长时间 我没有接上线 是不是再给我点机会 这个让我回应一下 你们刚才讨论过的那个话题 对 我想高文青先生 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我想听您现在谈谈 就是说习近平 如果取消任期限制大权独揽 将怎么从这个根本上 改变这个中共高层的 这个内部生态 比如说他一个人当老大 那么他的心腹 比如说王岐山啦 刘鹤 如果这些人又意味着什么 这些人是不是也会跟随他长期执政 或者说他整 就是有了一个大佬 独大的情况下 他在党内的不可挑战的地位 意味着什么 对 我觉得呢 取消任期制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将使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呢 确实发生重大的变化 用老百姓的话讲呢 叫做西瓜旁大边 有这么一种效应 因为以往任期制呢 这个按照以往的情况呢 习近平下一个五年呢 中共官场的官员呢 就开始要设法 要找这个 要慢慢要跟他保持距离 要投靠新的这个 主子了 那么习的时候就成了拨脚丫 那么的话呢 现在习近平他自己 他没有正气质 其他人都有那个正气质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促使中共官场的 必须效忠习 否则的话呢 将大祸引头 那么他这套反腐的做法的话呢 实际上五年已经证明 是完全失败了 他实际上是围着凤坑 我们已经讨论过多少次嘛 他是围着凤坑来打苍蝇 你凤坑不出 你苍蝇怎么能打得干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更主要的是 他在政治上呢 这里面呢 就是小农刚才提到的观点呢 我还想稍微再多说一点 我觉得的话 因为小农呢 原来曾经在我们前面的节目中 提出过 说个人搞独裁和集体领导 都是搞独裁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是不错的 都是搞独裁 但是呢 寡头专制呢 毕竟还有制约 而个人独裁呢 将会走向疯狂 而且从霍国殃民的角度看呢 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文革的浩劫 就是毛想用家天下 取代党天下 结果殃及上一人 那么的话呢 在此之前呢 毛为了争当这个世界革命的这个 这个领袖吧 发动大跃进去饿死三千万人 所以呢 我认为的话呢 网上有个说法 说取消任期制 是赵家仁自己内部的事情 我觉得并非是内部的 好的 事情啊 与老百姓的话呢 老百姓可以不过问政治 但是呢 在一党专制下呢 政治不可能放过你 好的 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那么我们知道 习近平如果大权独揽 就是不管是官员的任用 还是说政策呢 使用什么样的政策 也都是取决 很大程度取决他个人的好恶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觉得如果他长期执政 或者甚至终身执政 对于中共自身的生命力 还有中国自己这个社会的健康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 本身就是如果把那个就是习近平呢 把他看成这种武松 把其他的腐败官员呢 做成一个老虎了 本身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虚幻的一种就是想法 另外呢就说现在习近平呢 他如果想对中国目前政治经济了 那么找出他的良药 也不是说中国政治经济 现在我们尤其在海外 尤其我们作为一种批评的声音 是要为他的造家的利益去服务 也不是说为他的82年宪法 要去捍卫 因为82年宪法本身 他的思想基本原则本身呢 就埋向了种种的祸根 无论是89年的那个就是天门的镇压 屠杀 还是今天的这种复辟等等 都是和党的那个所谓的 思想基本原则了 分不开的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 如果习近平呢继续走下去 他会带来什么的结果 首先呢 那个中国那个国内呢 或者有官方的媒体就认为 习近平作为一个合适的领导 有决策力或者有亲和力 或者有他的就是 这些历史的这种那个天命呢 让他呢可以一张蓝图会到底 未来把中国呢 又那个就是引领 就是20年30年 让中国呢达到一个就是 真正的中心的地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那个就是 错误的一个看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过去五年 习近平的所有的政绩呢 就是非常糟糕的 尤其在经济上呢 把中国的经济呢 现在呢逐渐的影像停滞 甚至呢 未来会影像崩溃 因为他这种做法 就是会使得人们呢 对中国的基本的产权保护 那个法治建设 中国制度的稳定 还有中国整个投资环境的发生怀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民进企业家 他拼命的逃失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未来的外资 或者是港台这些 也都会那个就是远离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么的情况下 我觉得呢 如果要选择习近平 从过去五年的来看 这种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嗯 陈小农先生 刚才立刻有观众呢 希望能够 您能够回答他们的这个评论 那么刚才因为 针对您的看法 有一位叫Chuck的观众朋友 他说到 他说这次修宪 国家可以征收个人财产 这代表什么呢 他说我要希望请教一下 陈小农先生 他说个人财产不受侵犯 这是最基本的保障 连这个都没有了 他说这好像不关事 跟贪官有关吧 还有一位叫做玉玺的观众朋友 他说如果长期连任 是因为进行民主改革 进行到一半 延续自己的改革 需要延长任期 尚可理解 但是习近平做了什么呢 他说习近平在高层 排除异己 低层清理低端人口 他说如果习近平延续任期 一定会搞得官民都活不下去 把中国带向新的折腾 我想陈小农先生 您能不能回应一下 刚才这两位听众 对您提出的问题 首先呢 我觉得这个Chuck这位听众先生 提到的这个共产党 要尊重私有财产这个说法 把西方的宪法和中国的宪法混一谈 共产党什么时候尊重过私有财产 他需要的时候他会尊重 不需要的时候他会照样 给私有财产增税 所以房产税并不是不尊重私有财产 这西方也一样增房产税 所以这个问题有点这个怕题了 我想回到 因为第二个听众的问题 和刚才破空的问题 实际上是一体的 我想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我不统一破空 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 从十个人当家改成一个人当家 就是倒退 或者文谦讲的这个集体领导更好些 首先呢 就集体领导和这个一个人当家 就作为个人集权和这个集体领导 本来是共产党领导模式的 两种不同方式 都是专制体制的下的领导模式 那么我们现在 当我们提出倒退这个概念的时候 无形当中隐含当中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在无形当中的美化过去的 二十几年江湖时代 江湖时代是不是专制 毫无疑问 仍然是共产党专制 那里有一点民主的因素吗 毫无 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自己心中 向往民主制度 然后呢 为了反对共产党 就把江湖时代美化成 带民主色彩的制度 这个是根本的错误 必须认清楚一点 江湖时代 照样是专制制度 而江湖时代并没有什么可以美化的地方 今天中国的严重腐败 官场的普遍腐败 就是江湖时代 九龙治水之下 各个利益集团分而治之 互相保护 互相掩护的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 当我们跟着郭文贵走的时候 就会把王岐山做成盗国贼 到现在郭文贵官 王岐山的房产问题 从来没有被证实过 对这一点很多人就不去关心了 那么现在问题是 江湖时代 包括江 包括温家宝 他们是盗国贼吗 是 刚才破空说 只要还有一个贪官没有反 这个反腐败就不能进行 就不正当 这说法更错误 任何国家的反腐败 都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反干净过的 包括美国在内 你不能用这样的极端化的片面的理由说 只要你还有一个贪官没抓到 我们认为某某是贪官 你没抓他 你这反腐败就不正当 这是在强词夺理 因为从政治学上讲 从来就有一个概念叫反腐败黑数 就是任何国家的反腐败 包括民主国家 反腐败能够打击的充其量就百分之几 好 程晓冬先生 那么反过来讲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现在需要的 其实是重新整治江湖时代的 这种黑暗 这种腐败 而不是打所谓的扼杀了江河时代的民主 江湖时代从来就没有什么民主 好的 程晓冬先生 我想就是说 我把您的观点能不能更明晰的说一下 就是说您是不是觉得那么 如果习近平要长期执政 那么对于中国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他能够把它 你认为正确的政策延续下去 可以这样说吗 我认为这种看法本身是过于简单化 就是把所有的事物分成黑和白 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白就是黑 好的 这种简单的思维 实际上和现实之间有巨大的距离 也就是说是不适当的 不能因为对习近平要延长任期 有可能走向终身制 因此大家就把所有的坏的可能性 就都考虑进去 那么反过来同时 把习的前任在他们脸上贴上各种金 这两种做法都是不适当的 应该的客观理性的分析就是 习在打击腐败当中 现在中共高层和中共整个官场 正面临着激烈的政治斗争 官场在斗的 就是希望阻止习进一步整治官场 好的 这是一个现实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评论 很多数人 甚至绝大部分人都跑离了这个主点 好的 程晓农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想请其他几位嘉宾来回应一下 陈破空先生 我想刚才小龙这番话 不仅是对我和其他嘉宾的误会 而且它是格局太小 仅仅是在把江湖时代跟习时代做比 我们谈的是中国要往前走 中国真正的腐败是一党专政造成的 这是一个问题的根子 在别的国家来讲 反腐根本不是行政当局的事情 不是政府的事情 是司法的事情 司法独立 新闻只有言论只有 司法独立 互联网开放 这才是中国的方向 我们在台上 说他这个所谓倒退的时候 是说相比于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并不是那么高大 邓小平制造了六四大屠杀 邓小平家族腐败 这都知道 是腐败的起源和龙头 但是他反而拔高了邓小平 为什么说拔高呢 就是邓小平时代 还知道他跟毛要有所区别 他虽然继承毛的政治一搏 一党专政 他跟毛有所区别 就是说他要搞一个 废除领导人终身制 领导人任期制 哪怕是个形式 哪怕不全面 另外他要搞一个 所谓的生动政治 活泼的政治局面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矛盾 但是习近平不是禁 而是退出 想这个回摆 是说 不仅是说 不是向江湖时代回摆 也不是向邓小平时 企图向毛时代回摆 向文革的方式回摆 包括现在他的任人为亲 排出一级 要留后来管经济 架控李克强 用小组治国来代替 国务院和政治局 这些这些话都非常类似文革 文革的文革小组治国 所以说我们讲的是一个大格局 就是很多人反感这些事情 是说中国应该向民主化前进了 中国社会经过长期的 40年的一个改革开放 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 而很多中产界有出国 看世界的经验 在这个时候 中国社会已经做好了 一个思想准备 已经有一个准备 就是中国会向前看 这次我看 我打了很多电话 问国内的一些人 平时比较亲共 还口称习大大的人 这次都反了 为什么 他们说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他们原来反对我们民命 说民命太激进 认为太主张 他们说的一个看法就是 共产党会过度的民主 会过度的法治 你看着嘛 下面就 但是这次习近平 搞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取消领导任期之后 他们是大次已经 触到了他们的底线 一下反弹 平时到处贴这个 习大大像的人 突然说 我不赞同 我问了很多 十个人 九个人都说 我不赞同 为什么呢 他们以为 中国会自然走到民主社会 自然走到民主法治 没有想到 还会像文革 这个幅度相摆 说如果把今天的事情 仅仅局限于 这个习近平 跟江湖时期的斗争 那就 那这个格局就太小了 那么一个非常大的格局 就是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 好的 因为时间的限制 我想待会请四位嘉宾 每位就这个话题 再做最后的补充 但是在这之前 我想引用很多的 我们今天很多的网友 提出观点 首先请一位叫做 Edwin Chen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 习近平把自己的理论 写进宪法 又恢复终身制 习近平可以任意解释法律 而且在有生之年 任意延长解释法律的实现 他说他是集立法权 行政权 司法权于一身 是不称皇帝的皇帝 参考毛泽东的经验 习近平会把中国 带向贫穷和侵略 越穷越革命 还有一位叫 陈军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 请问程晓龙先生 习近平和王岐山本身 也有腐败 所谓的反腐 会反他们自己吗 他说 其实所谓的反腐 只是打击政敌的政治运动 并没有进行 能够制约权力 根除腐败的政治体制改革 甚至大开倒车 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为什么老权贵腐败 就是为辅 新权贵腐败 就是反腐 还有一位叫 King的一位观众朋友 June King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 如果习近平上任以来 鼓励言论自由 维护人权 促进社会公正 那么他想连任 我会支持 可是现实是他上任以来 管制言论 践踏人权 这样的人 你说他连任 促进民主改革 除非习自己精神分裂了 我呼吁国人 不要再对其抱有幻想 还有一位叫 Taylor Simmons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 修宪不闻不问老百姓的声音 扼杀民意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走向民主 还是独裁 中国让人担忧 另外一位叫 胡明的观众朋友 他说 习近平的认知能力 是很像毛泽东的 很红卫兵的 他很可能认为 中共政权控制下的中国 真的在崛起 按照这个推理 集权就不是改革 而是回到地质 至少回到毛那个时代 他说 习真的可能有这个自信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请每位嘉宾 最后再用很短的时间 来点评一下 对这个话题 您还有什么看法 首先请高文接线 您有什么要补充的 这次修宪 我也一边再回应一下 刚才小农说的观点 我有不同 我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小农刚才把这个修宪问题 仅仅归结于党内的维护派和打虎派 这个的话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这回之所以 你这么反弹 是因为犯了重怒 我觉得习近平的话 而且惊醒了无数的梦中人 习近平上台五年 可以说得罪了中国社会高中低 各个阶层 就是说 人们的一开始 包括前段时间唱习核心 人们就是宣 并把当回事 但是觉得的话 再人五年 习就下台了 而这次取消任期制就不同了 让人们看到中国梦 原来是称帝梦 让人感到没有盼头了 弄不好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于是用脚投票 这是修宪建议后 百度搜索移民这种飙升的原因 我觉得的话 更重要的应该 从更大的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 看习近平走这条路 是通的是哪一条路 不是光局限于江泽民 胡锦涛或者邓小平 视野更大一点 看到什么呢 看到毛泽东的文革 看到大清朝的皇族内阁 这样子看问题 可能就更加的全面和深刻 好的 夏明教授 对 因为习近平的 今天的这些做法 不是说昨天或者上个月发生的 其实从2013年12月份 它所谓的深化改革的报告里边 就已经显露了端逆 当时的话我也就发表一篇文章 叫习近平的宪法政变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在看到 在舆论场上 有许多人在混淆视听 也就是说让中国人 没办法清醒的认识中国的政治走向 其中一个很恶劣的做法 就是绝对的相对主义 就是任何人如果说他坏 那么全部的人都坏 那么任何人说他好了 就是全部都好 没有说相对比较 什么东西稍微好一点点 人类的进步 就是要通过这种逐渐逐渐的 从最坏到比较坏 或者到好到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恐怕值得我们警惕 好的 陈小龙先生 我想这个刚才我们讨论 有一个破空和文谦都谈到的大格局 就是如何让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谈问题的时候 不能用这个大帽子 把自己眼睛就蒙上了 把自己照到里头 那就是说我们的想象 我们希望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 和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中国在专制的道路上 正活动的时候 这是两码事儿 你不能把民主化道路上的话语 搬到中共专制的架构里头说 它应该是普世价值的 应该是新闻自由的 这些东西在中国就是不存在的 所以它才是专制的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中共的三中全会正在做什么 以及人代会正在做什么 现在这个制度什么制度 它就是专制制度 在这个专制制度还没有终结之前 中共并没有说它要走上民主化 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想象当作现实 去套解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儿 中共没有按民主化的模式和思路来做事儿 从来就没有过 也恐怕不能指望它 因此我们现在评论中共政局 是在评论一个不民主化的政权 在它的不民主的制度里头 采取了种种不民主的做法 那么这个格局 文谦说它也是个小格局 确实这个政权不可能长期下去 我想加一句话 很多人包括习近平的这个官方媒体 都强调的是习近平执政的远大前景 其实我们要看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习近平真正的整治官场的原因 是中共政权本身处在危机之中 包括金融危机 这政府也承认 陈蒋同先生 谢谢 最后陈破空先生 请简短一些 我们既谈形势 也谈方向 看民主化和法治是一个大方向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又能感知大气候 把握大方向的能力 有一个对大形势不要做出误判 那么习近平他如果想延长任期 或者想这个更长的延长自己的政治生命 他完全有正道可行 那就说他根本不需要共产党这个继续 他在五年之内 五年之后不需要共产党内部的一些东西 他可以推进民主改革 缅甸军政府都可以做的事 他可以做的 推动有序的民主改革 一步一步的 这个是推动这个党内直选 或者说到这个 这个全民直选 这个新闻自由 司法独立等等 这是可以推进的 不是不能推进 就看你做不做 另外这个我们看历史上的人物 都有很多教训 本来有些人物是有历史 竟然是有一些功勋 但是到了后半身 去头脑发热 这个对大行事做出误判 比如袁世凯有功于民国 但是毁于称帝 毛泽东本来在党内 最早还是威胜很高 受到好评 结果后来是毁于文革 当然在之前犯了很多错 那文革是天大的错 天大的罪 邓小平改革开放 算是超越了毛 但是却毁于六四屠杀 那么习近平在执政五年 以为过去的权力成功就是一切 他就以为他能够一眼九点 真的能够主张天 其实习近平的成功是一个偶然 江湖权力斗争 江派团派自我抵消 薄熙来因为王立军事件 而出局消失政治对手 再将他的亲密盟友王岐山 当了中纪委 能够以选择这些反复 来迎对权力斗争 这是个偶然 不是一个必然 他应该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 为中国做好事 是超越毛超越邓 而不是回到毛或者回到邓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习近平这个头脑发热 极有可能毁于终身制 不仅给他个人 带来一个毁灭性的灾难 而且给这个国家和民主 脱向一个深重的灾难 好的 有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度 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习近平长期甚至终身执政 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